你为何会在这里啊 还弄得满身是伤 本王从前见过你一次 是在叶老将军家的寿宴上 那年你还小 大概也就五六岁的样子 跟现在长得不一样了 后来本王去了归岳 却再也没见过北齐任何人 一年多以前 有你的画像送到本王手里 因为你同青路订了婚 北齐派人将画像送给我 算是任人未来的弟妹 说来也奇怪 你现在的样子跟画里 也不是很像 但方才本王还是一眼 就把你认了出来 叶四小姐 听闻你在腊月初二 已经完婚了 那我六弟呢 我家小姐才没有 嫁给苏王那个渣男 那种丧尽天狼的人 如何能配得起我家小姐 苏王爷可千万不要 再把我家小姐 跟苏王混在一处说了 就算以前有什么 那也是过去的事 婚约没了 从此就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不对 也不能各走一边 我们还是要去找他报仇的 绝对不能轻易放过他 对不起四殿下 不该当着您的面骂您弟弟 努必实在是没忍住 既然你不会给你家小姐上药 那便本王亲自来吧 没事 让四殿下来吧 要到上会痛 给你写 这是归越国的脂血良药 本王身上也只有这一瓶 便可知最重的伤口用来 这样子挺到回京 应该没有问题 前面来的是谁家的马车 这里坐的又是何人啊 是陈王殿下的马车 我们从归越国回来 为身体奔丧 陈王殿下 是陈王殿下回来了 福尹大人 福尹大人 丫头 四小姐在车里吗 这 哎呦 我可算是找到你了 你说这要是找不着人 本府该如何跟云大人交代呀 快快 本府护送你们回府 福尹大人 车里不止有夜死小姐 还有我家陈王殿下 您是不是先跟殿下打个招呼 就这么忽略掉 不太好吧 唉 这怎么遇到事就犯糊涂了 这些年的福尹 都当到哪儿去了 临安福尹池鸿方 恭迎陈王殿下回京 殿下千岁 都起吧 不用贵本王 夜死小姐身受重伤 需立即回京 你既是临安府 那便在前头带路 让守城的官兵打开城门 请不吝点赞通报园